我来讲的这个题目叫基督的爱系列 今天的主题是知己的生活 那我们大概知道 在从过去以来 我们是以非一门书作为一个借镜 作为一个平台 来看基督的爱如何产生 基督的爱在作为一个基督徒 如何去表达 如何在基督的身上来表现出来 今天主题要跟你们分享的是 基督体的生活 如果你有圣经 我们稍微读一段圣经 如果你有圣经 打开非力门书第一章 也唯一一章完了 总共有25节 原文也有334个字 然后中文字母有807个字 然后我们来看从15节开始到17节 15节到17节 15节到17节 腓尔本这样读说 他暂时离开你 或者叫你永远得着他 不再是奴古 乃是高过奴古 是亲爱的兄弟 在我实在是如此 何况是你呢 这也不拘是按主说的 哪是按主说的 17节 你若与我同伴 就接纳他 如同接纳我一样 让我们做祷告 父神我们感谢赞美你把今天早上的信息 求主你来使用的信息来对我们收获 求主你高默夫人 高默讲台 高默每一个在座的兄弟姐妹的耳朵 眼睛能够领悟 能够启示 而到启示知道 主啊 我们如何在靠做肢体生活在教会里面 我们感谢赞美你如此祷告 奉一新俱乐明 大家讲 Amen 那我们从以弗所述 我们已经讲了第三讲了 我们知道背景是保罗写信给弗利门 向弗利门求情 也没有叫他释放亚尼西姆 也只是说你能接纳他 你能接纳这个以前犯罪的 得罪过你的从你家里逃出来的那个 这个奴隶叫阿尼西姆的 你能接纳他 这个过程呢 我们看到了 这腓利门的此时此刻的保罗呢 他很奇怪的 他以这样的情况来求腓利门 怎样的情况呢 圣经说腓利门 在腓利门的保罗 他是一个有年纪的保罗的 这里讲有年纪的保罗不是讲他疑老卖老 我是最老的 我来教会最久的 我来教会最久的 很喜欢比较的 我最近去了 那个医保未来 有个牧师跟我讲 如果你来教会不小心你就进了邪教 什么邪教呢 有两个 一个就是计教 一个是比较 如果你来到教会你还计教 你还是很计教 你还是很爱比较 你就进了邪教 所以圣经里面不要进邪教 基督的爱 让我们不要比较也不要计教 所以这个有年纪的保罗是讲到他在基督里面有被上一栋栋的作风在他身上 他生命有被耶稣生生的雕刻 然后呢圣经讲他是一个被求的 是一个求犯来的 他用这样的身份 用这样的角度来跟菲利门求 菲利门我现在是很老有年纪的保罗来求你 凭着爱心求你 我现在也在监狱里面做一个求犯来求你 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 保罗的生命在此时此刻在监狱里面写了 菲利门 安忍的角度啊 保罗被求了已经是没有用了 因为他不能再做什么东西了 他也不能到处去传道了 对不对 按人的角度 实在是保罗没有什么有好的用处了 可是在按神的角度 按神的看法来说呢 保罗被求了 是主啊 在给他 要想要给他更高的辞职 神用他在监狱里面的时间大概有两年 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大概有两年 让他完成了以佛所书 哥罗西书 菲利门书 还有菲利品书 这四本书信呢 是保罗领受启示最高的时候写的 假如没有以佛所书和哥罗西书 我们就无法知道什么是教会 我们以为 我们以为教会是一座建筑物 我们以为教会是一间会所 其实在圣经里面从来从来没有建筑物和会所的概念 有时候我们来教会 我们以为来教会就是我们来教会 但是如果你要明白早期两千年前 当一个人信主耶稣 表示什么 表示他们随时有生命的危险 那时候人家是相当反驳 相当抗拒基督的信仰 甚至我们的主是被人钉子架的 谁敢说 谁敢说 我是跟从耶稣的 唯有那一般人真的生命改变 愿意跟从耶稣的人才说 我是跟从耶稣 当他讲我跟从耶稣的时候 他们生命是很危险的 他们生命是危险的 他们根本没有教会没有建筑去聚会的 他们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参加聚会的 他们去一间这边的家 有一个人的家聚会之后 就到可能到别人的家聚会了 所以他们没有教会的概念 教会不是建筑物 教会也不是一座一间的居所 根据圣经来讲的教会 在希腊言文叫Ecclesia 大家讲Ecclesia Ecclesia是什么意思呢 Ecclesia是说上一代千千万万人中 把你呼召出来 然后你们聚集在一起 来敬拜神的这班人叫教会 而难怪耶稣在他的圣经里面 在经文在他的服事里面 曾经跟对他的门徒说 当你们两三个人 两人或三个人聚集在一起 奉我的名聚集在一起 我就在你们当中 原来教会不是一座建筑物 圣经里面 原来教会并不是一个会所 而是 谁是教会 你是教会 我是教会 请你跟旁边的朋友说 你是教会 所以教会不是会所 教会不是建筑物 原来教会就是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如果没有你们 这教会就行不成了 如果你们没有在这间教会 这建筑物简直是空的 没有意义的 但是实在的转移 实在的变迁 我们为了要方便 因为我们大家都有开始来建筑 有地方 我们有个聚会 如果今天我问 一天 我们不知道明天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要好好地珍惜 尤其你活在马来西亚 那个政策 常常不断地改变而改变 我们常常要为我们马来西亚国家来祷告 我们常常要为我们的在 在上有权柄的那些在位的人来祷告 因为你要感觉神今天你还能够敬拜 自由的敬拜在这个土地上 如果今天上帝 或者是魔鬼在做工 使到这个国家已经不可以有教会 不可以有基督的聚会 不可以有圣经把圣经烧掉 请问教会在哪里 我要再一次的提醒大家 教会并不新的建筑物 但如果有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我们有两三个人 聚集在一起的时候 那去看一下 还有 今天你可以随所可得的圣经 我不令你能够多读 圣经讲我把你的话语 伸藏在我心里 免得我的全能力 我们有可以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应该好好珍惜读圣经 你看我的圣经是很大的圣经 我常常说肮脏的圣经清洁了基督府 清洁的圣经是肮脏的 因为他没有读圣经 他不知道上帝的话语 他生命没有改变 所以你可以读圣经的时候 你尽量读一天 如果国家这个土地不让你读圣经 没收所有圣经 或烧掉所有圣经的时候 怎么办 你没有上帝的话语怎么办 所以你必须要认识上帝的话语 这样上帝的话语藏在你的心里面 阿们 所以我们看到 保罗 明白 在这个 被监狱 监禁在一个地方的时候 上帝让他明白 什么是教会 原来教会不是一个建筑物 教会不是一个灰所 教会是基督的身体 阿们 然后呢 基督是教会的头 保罗看到这一点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如果你有圣经 请你看 AX 9 十路听众第九章 第二节到第五节 第二节到第五节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AX 十路听众第二章 第九章第二节到第五节 他这样说 保罗求文书给大马色的各位行 若是找到信奉这道的人 无论男女都准他混绑到耶路撒冷 第三节 扫罗行路 将到大马色 忽然天 从天上发光 四面照着他 第四节 他就护导在地 听见有声音 对他说 扫罗扫罗 你为什么必奉我 第五节他说 主啊 你是谁 主说 我就是你所必额的耶稣 今天呢 我们看到保罗还没有信耶稣之前呢 他是一个原来的撒害基督徒 避害基督徒 来做罗纳基督徒的一个 一个头子来的 一个领袖来的 但是他 圣经这里描述他自己讲 他见证 做了他自己的 他的经历的时候 他就是往大马色的路上的时候呢 他拿着文书 就是拿着 permit 要去做罗纳基督徒 要撒害基督徒的时候呢 在路上呢 忽然间有个大光照着他 照到他 他能 知道完全 他眼睛都不能打开 然后扑倒在地 然后有声音对他说 扫罗啊扫罗 就是他没有信耶稣之前的名字叫扫罗 扫罗啊扫罗 你为什么要遇过我 然后 然后保罗 也就是保罗 第一句话 我第一句开口问的话说 主啊你是谁 我们知道保罗 的肉眼 肉皮的眼睛瞎了 此时刻 保罗的属灵的眼睛打开了 然后 他有个异象 这个异象是什么异象 什么大异象和大启示呢 原来哦 耶稣基督就是那个荣耀的头 荣耀的头 在异象当中呢 保罗问第一句 救啊你是谁 然后主回答他说 我就是你立法的耶稣 保罗一定会问 我怎么可能避过你耶稣 你现在已经是升天 坐在上帝宝座天 在上帝宝座的右边 你已经是复活升天 已经是在天上了了 我怎么可能会避过你 可是 主让他看到 什么时候 你碰我的身体 你就会碰到我 你什么时候碰着我的教会 你就会碰我 你打了我的身体 你就是在打我 你干财我的身体 你就是在干财我 假如保罗没有认识基督的身体 他可能就是一人至上万人之下的人 如果主把所有的旨意都告诉了保罗 他就不需要任何人 他就是一个很高高在上 不需要任何人的一个人 主说 你要明白我的旨意吗 如果你要明白我的旨意 请你进城 进大马射城里面 找一个人叫阿南尼亚 进去找一个地方 一个人叫阿南尼亚 然后你今天里面看到 很奇怪的 当保罗被下演之后 人家领他进城的时候 上帝耶稣没有叫他去找彼得 耶稣也没有叫他去找约翰 耶稣也没有叫他去找雅各 起码这些人在教会里面 比较高的 智慧 比较出名的人 比较准确嘛 可是今天上帝感动保罗 带领保罗 吩咐保罗去一个地方 什么地方呢 进到大马射里面 去找一个默默无名的一个人 叫阿南尼亚 阿南尼亚是谁 阿南尼亚是一个 在大马射的一个门徒而已 圣经讲 有一个主的门徒叫阿南尼亚 没有没有 所以呢 当 今天你会看到什么 是基督的身体 这个叫保罗 真的谦卑下来 以前他是靠自己 自己说了就算了 如今他要知道神的旨意 他必须要透过一个人叫阿南尼亚 一个很没有出名的门徒 来为来告诉他 万里上帝的旨意和信仪 他眼睛瞎了 他要得到医治 他必须要透过一个人叫阿南尼亚的一个小小的门徒 让他得到权利 保罗看见了头 原来教会需要有头 牧师不是这间教会的头 也没有 耶稣基督做法 当 如果 一间教会 任何一间教会 在地上的任何一间教会 如果那个牧师是在里面 是里面的头 牧师是里面的 王帝的话 这个教会已经没落了 没落到人的 人的地位 今天我们感谢神 我们恩典他 谁做的头 耶稣做的 耶稣是教会的头 然后我们继续看下去 认识基督的身体 然后呢 在第九章第六节的时候呢 圣经告诉你说 耶稣叫保罗起来进城去 你当所做的事 必有人告诉你 然后是七节 九章第七他说 阿拿尼亚就去 进了那家 把手按在扫罗身上说 弟兄扫罗 你在你来的路上 向你显现的主 就是耶稣打发我来 叫你能看见 又被圣灵中 原来哦 只有基督的身体 你才能够叫一个人 真正的减肥 他现在明白 他只不过是 基督的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他需要另一个肢体 来告诉他 关于神的质疑 保罗现在发现 他不是整个身体 他只不过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这是一个很深的功课来的东西 所以因此他能说 在他的书信里面呢 他说我比众圣徒还要小 最小的一个呢 还要小 他能够这样讲 他并不是讲一个谦卑 一个很客气的话 他说在主里面的任何一个圣徒啊 最小的圣徒 我比他还要小 而这个最小的圣徒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能够供应我的需要 所以不要以为呢 只有大牧师 才能够帮助我 来到这里 你再找牧师 牧师才能帮助我 不一定的 其他人不行 其他人不行 一定要找大牧师才能帮助我 这个牧师比较不出名 找那个比较聪明的 彼得利的牧师 来来帮忙我 可能会好一点 就是这样的 如果你是这样写的话 你仍然看不到基督的身体 你仍然不认识什么叫基督的身体 所以请 来大家讲 你跟你旁边讲 你是身体 基督的身体 所以虽然大马社路上呢 保罗看见基督是头 教会是身体 原来哦 这个不是一个理论 这也不是一个空想的地方 上帝座 耶稣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东西 很奇妙的一个事情就是 耶稣是教会的头 教会是他的身体 头在天上 身体在地上 当头在天上 必须适配身体 地下 地上的身体 这不是一个奇事 其实 这也不是一个不同的理论者 然后他必须 耶稣要保罗进大马城里面呢 能够感到 能够领受到什么叫基督的身体 当保罗进入城里面呢 他看见那里有一班主的门徒 是主耶稣用保险买回来的 他们就是基督的身体 现在保罗看见 如果他要明白神的旨意 他必须成为身体里面的一部分 后来保罗才能够说 我们跟圣徒一同明白 主的爱 基督的爱 是何等的残过高深的 你一个人不能够感受到咱的爱的 你一个人不能够去知道神的爱 何等残过高深的 许多时候 保罗需要明白 主的爱 必须要和圣徒一起才能明白 所以 同学妹 基督不是一个单枪匹马的一个基督徒 基督徒也不是一个虚道士 或者是一个影视 躲在山洞里面 你就能明白上面自己 所以呢 你必须在基督里面的身体里面 才能够明白 因此我们要明白 主是把我们放在他身体里面 成为他其中的一部分 连保罗也不例外 连保罗也不例外 后来圣经告诉我们说 阿拿尼亚来到保罗的面前 按手为他祷告 结果 保罗的眼睛打开了 现在 如果你问保罗 是谁打开你的眼睛 所以这样的眼睛能够看见的 保罗会告诉你 是主见着他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是主借着他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来 叫他来圣经 这个至高至大 目中无人的保罗 终于看见他需要活在教会 基督的身体 我们继续看下去 然后呢 他终于明白 我们不能没有主 也不能离开基督的身体的每一个肢体 也就是教会基督的身体 保罗不光有大马路上的意象 也要有大马城里面的意象 他本来是一个目中无人 本来就是要一路上向大马社走去 要杀害阿拿尼亚这样的人 这个人 这两个人是不能够见面的 有一句话 仇人见面 分外点红了 这两个人是不能见面的 一个是基督徒 一个是杀基督徒的人 这两个人是不可以见面的 但是阿拿尼亚 阿拿尼亚就是他要想捉拿的人 他看这些人是往下看的 是不值钱的 很稀奇的 他在大马路上看见了 这个荣耀的头 就是耶稣 他进大马城里面 遇到基督的身体 很小很小的一个肢体 保罗下来都是往下看的人 他听他现在 主给他 解释如何往上看 基督在哪里 如果一个人 真的能够看到基督是头的话 基督是眼神的话 他一定看到他的身体 就是他的脚 保罗进城的时候 看见主的肢体 因为阿拿尼亚称他 弟兄保罗 他们对保罗 主耶稣叫我来的 他说弟兄保罗 一个真正能够知道 耶稣 什么叫耶稣的身体 或耶稣的肢体的人 才能够真正明白 兄弟姐妹的行为 如果我们是兄弟姐妹 就好像阿拿尼亚称入保罗 你要用 你要深刻的明白 在阿拿尼亚的心中 此时时刻 家卫是被逼搏的 家卫是被杀害的 而大家都知道 谁来 谁是杀害 家卫的一个人 保罗 保罗是其中一个领袖 去到处做拿基督 做拿基督 杀害基督的一个领袖来的 今天阿拿尼亚 你是疯了啊 你找去找这个人 然后按什么来祷告 还要称他叫 弟兄保罗 罗伯不是上帝的启示 罗伯是上帝 特别的感动 所以你看到 整个教会 肢体的 肢体的 运作和运动 罗伯是上帝 耶稣基督成为教会的佬 我看这个是不大可能的事情 保罗进城的时候 他看见了主的肢体 因为阿拿尼亚称他 为兄弟 保罗 本来 这应该是仇敌来的 本来 杀害他的 结果阿拿尼亚饶恕他 因为他是弟兄保罗 阿拿尼亚现在光是 神赦免他 还叫他眼睛 能够看见 并且明白神的自己 阿拿尼亚就说 活该应该应该他瞎眼了 上帝惩罚你啊 你怕你坏蛋 你伤害我们 做我们 你都要干亚了 你今天有 应有吃饱 可是 阿拿尼亚没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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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拿尼亚 他其实也比较深层 一个真正有基督的爱的人 他是愿意看到他的弟兄 而不是差予他的弟兄 且别多两致 一个真正有爱的人 是愿意 让 他看到他 有更深的生命 愿意改变 而不是巴不得让他 让他 有受伤的压受 所以这是肢体的原则 阿纳尼亚很懂这个肢体的原则 所以我们现在明白 我们要明白就是主义 不能离开主 不能离开圣经 也不能离开兄弟姐妹 有很多时候 我们不明白 一到教会里面 借着牧师和借着大家的交流和分享交通 我们就明白过来 所以圣经说 为什么不能离开主义 教会不是你爽爽来 不爽不来 能够有空就来 没有空不来的一个地方 因为上帝把你放在教会里面 就是要你能够知取神明 上帝要你能够从那里 能够认识基督的爱 不要停止聚会 不要好像那些停止灌的人一样 保罗得了这个亮光之后 只能够示现在暗示着他自己看到 别人也看到 所以呢 保罗需要把这些亮光写下来 所以因此呢 在这里我们说 保罗是一个有年级的保罗 因为他是经过这么多年的雕刻 水雕刻 圣灵的雕刻 神这时候把他坚定起来 叫他把火写下来 因此呢 我们就有了以佛所书和哥罗西书 菲利文书和菲利书 我们今天能够认识保罗是因为有大马社路上的经历 还有大马社城里面按手祷告的印象的经历 这是根据以佛所和哥罗西书解释的 我们知道保罗有锁链捆着他 他许了那么多功课 现在他里面有获 能够发表神的旨意 同样的意思 当你读到以佛所和哥罗西书的时候 大马社路上的印象 基督就是教会的源头 或者头 神本性一切丰富 丰丰富富复存在他里面 但另一方面呢 教会又是基督的身体 这不是一个理论 这是完完全全可以自行而实行的意义 现在我们要问 如果要自行到什么地方自行 就是要进城去 就是进大马城里面 到那里面空间一个人叫阿拉尼亚 从阿拉尼亚身上里 你看见保罗 是需要往下看的 他才能够看见阿拉尼亚 阿拉尼亚 保罗需要他 就是需要阿拉尼亚 阿拉尼亚也需要保罗 不管保罗是怎么样大的一个使徒 他不能离开阿拉尼亚 如果他离开了 就不能离开阿拉尼亚 就不能离开阿拉尼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关键 伊波索和哥罗西 书好像让我们想起了大马射路上的一个情景 的保罗 但是我们现在要需要到哥罗西教会去 在哥罗西教会里面有一个人 我们回到我们菲利门书 叫阿哥罗西教会有一个人叫 阿拉尼亚 他是在那边是聚不起眼的 他是一个努力 在人看来他是万物中的杂财 垃圾 你要看阿拉尼亚 现在看到保罗这里呢 接着菲利门书告诉我们说 他做一样的事情 之前我们也读到也明白了 保罗讲一句很善气的话 阿拉尼亚是我欣赏的 如果菲利门能够同情保罗的话 他就要看见每次晚上看之后 应该看到阿拉尼亚 这个不慈念的 不光因为保罗说 他现在不光是奴隶 是高过奴隶的奴仆 是亲爱的弟兄 原来这个没有地位 这么没有起眼的人 现在不只是普通的一个 阿拉尼亚是一个奴隶 现在他是教会的一分子 他是教会的肢体 他是亲爱的弟兄 朋友们 在今天世界上有各样不同的情形 但是我们不要忘记在教会里面 我们认识 弟兄 姐妹 在教会里面 你要看人的时候 不要往下看 而是往上看 所以我们知道我们不只不离开主 我们也不能离开他的教会 因为教会乃是基督的身体 而我们现在不是按着传统说的 也不是按着主制说的 乃是按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乃是按着耶稣基督的身体 当教会没有回复上 当耶稣给他的一个地位和一个准则 教会就开始荒谬 教会就开始跌倒 跌倒到人的位置 跌倒人的地位里面去 当教会跌到人的标准的时候呢 教会就很按着传统做自己 传统是登汉 传统洗礼 传统做很多东西 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所以没有办法我礼拜天来教会 因为我是基督徒嘛 我是来教会的嘛 所以我必须要庆祝圣诞节 变得很传统 所以我们现在要回到腓利门书 我想很清楚大家明白了 大概二十年前 保罗在写腓利门书的二十年前 保罗确实看见那个异想 那个是光 但是那时候没有破 在大马 有大马路上的 有大马城里面的经历 但他现在得到破了了 得着破了了 他必须要把以佛所书 和哥罗西书写下来 教人家能够明白 保罗在大马路上所看见的光 是什么光 现在我们也要看见 而且要自行在我们身上 同时腓利门书 让我们想起大马射城里面的故事 那里有一个人叫阿拿地亚 本来保罗应该死 本来保罗应觉得应该铲除这样的人的 这个人根本就是万户中的渣仔 垃圾 所以他拿着文书 拿着不命 要去杀害这个人 结果他自己 却蒙恩而救 信了耶稣 他现在是肢体里面的一个 保罗不等于一个身体 他只不过身体里面的一个肢体 他需要头 他需要元首 他更需要每一个肢体 在属灵上 兄姐妹 在属灵的一个含义上 在属灵的一个含义上 任何一个肢体 独自一个人 独自做自己 他是不能够活的 你不相信 等一下你拿到砍下你的手来看 你的手能够活 没有人够活 所以教会的存在的意义就是 你要懂得 结合联合在里面 来辞去生命的利物 我告诉你 没有一个基督 基督不是和尚 基督不是虚道士 他可以躲在山洞里面 哦哦哦哦 那么 那么 他就能够得到生间 不是 基督跟别的 别的信仰的宗教不一样 他必须跟其他生命结面 联合在一起 他才有生命 才能够成长 所以 亚利西姆的意思 亚利西姆这个名字的意思是 有益处的意思 因此他是基督身体里面的一个字体 所以斐利门书是给我们看到 保罗所看见的意象 而不只是意象 而且是现在已经是 比较实际化 具体化了 叫斐利门接纳 亚利西姆 因为他是教会 因此保罗可以说 亚利西姆是我心伤的人 也一定是 因为 在大马射程的时候 他看见有人 来按手在他头上 称他一声 义凶保罗 我想这是全世界最漂亮的一个音乐 本来保罗要杀这个亚利西姆 亚利西姆怎么反称 保罗是弟兄 他们这本就是仇敌吗 原来啊 亚利西姆 亚利西姆代表元首就是基督呢 接纳保罗进入基督的身体里面 那个本来有要催产教会的一个敌人 要避害教会的保罗 亚利亚代表整个神的教会 接纳保罗进入教会 你看到这样的交通吗 什么是交通 交通就是按上 我们看到亚利西姆 见到保罗第一见自己就按手在他头上 他说弟兄保罗 是主教的来的 然后叫你能够看见教的眼神 所以每次人家来 我们教会第一次来的时候 我们都会说 来兄弟姐妹我欢迎你来我们讲当中 我来为你按手来祝福老高 这个就是一个教会 在属灵含义里面 我们把它接纳 在什么教会 所以你明白我们做的任何东西 不是因为传统 是有属灵的含义在里面 阿们 所以呢 然后匪利门书呢 实在叫我们能够看见什么是叫教会 所以你很明显看见基督是头是远走 然后保罗这个身体是在里面的 菲利门和亚尼西姆也在里面 三个不同的人 菲利门是主人对吗 然后亚尼西姆是仆人 是奴隶 然后保罗是主的仆人 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在哥罗 两个人在哥罗西一个人在罗马 罗马的城 但是你看见了这个身体啊 是如何的调动的 有的 所以今天 你的存在是有重要的 你可能是 这个肢体里面的一个小指头 可能说不是我没有这样伟大的 不是小指头 我只是身体里面的指甲而已 常常被剪掉 但是指甲是有用处的 如果你手指没有指甲的话 你试试看看 是怎么样的 是怎么样的情况 你可能说不是我 不是我也不是指甲 我是 我是肢体里面的一根头发而已 头发也很重要的 阿们 所以你看 不管你是 你是手指 你还是舌头也好 你还是牙齿也好 你们 我们大家都是受一个耶稣来支配 你现在 你看见的不只是菲利门 是有基督的往前 底下来做他的头 亚尼希姆也让主来做他的头 如果菲利门不让主做他的头的话 他自己做头 他可能不能接纳亚尼希姆 如果亚尼希姆自己做头的话 做主的话呢 他可能也不要回去了 所以这样奋同他主人跑出来 还要回去 受罪 活受罪呢 所以你看见呢 他们所以可以这样调动 可以这样的互动呢 是因为 有主做他的头 加上保罗 保罗如果没有主做他的头的话 他可能说 哎呀我很忙 我每天都去宣教 我拿了时间去写菲利门书 我拿了时间去写 以佛所书 我拿了时间去写 哥罗比书 如果保罗也因为这样的话呢 我们今天没有哥罗比书可看 我们没有以佛所书可看 更没有菲利门书可看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们看到 教会的肢体是如何调动和运行的 当我们读 菲利门书的时候 我们虽然 虽然保罗是使徒 我唯一在菲利门书看到 保罗的一个前辈 他没有说他是使徒 他说他是有年纪的保罗 他说他是一个囚犯 他是使徒 他有权柄 但他不用权柄 一个有权柄 能够不用权柄 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因为他要执行耶稣基督的牌 他说我按着基督 可以吩咐你一错 可以的事 保罗对菲利门说 我可以有这样的权柄 来吩咐你 来命令你做这样的事情 但是我没有按着这个 这个就算贵的事情 我可以吩咐你 但是我凭着爱情求你 看到保罗是完全看到肢体 的需要 然后我们来看 我们看到保罗 万句或说 我们看到保罗的生命 是完全降伏在 耶稣基督的权柄里面 所以再一次 兄弟妹 我们来看 什么是基督的身体 第一 我们再一次的 跟旁边的人说 基督是头 基督是头 是家会的头 你是身体 基督的身体 基督的身体 所以你不能说我今天我没有你 没问题的 我们都需要拿下 我们需要在自己里面 知取能力 被建造 请让我站立起来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感谢观看